兄道友,弟道工,兄弟目,孝在中 所以尽孝都要落实在兄弟的河路有爱当中 这句话我们现在读起来,反思一下 兄弟姐妹真的需要帮助 我们会不会迟疑,会不会犹豫 还是义无反顾呢 有一个企业家他反思到一点 他常常捐钱,帮助一些团体或者贫穷的人 他捐出去以后,他也不放在心上 可是他的弟弟姐姐们很需要他帮助 他都记得很清楚 是十二万,是十八万又几千 他都记得很清楚 他突然就感觉到,对兄弟的意义都提不起来 还常常被人家跨是慈善家,常常捐款 他就省思道,其实那个捐款就是为了让人家肯定他的名文立养心 而真正的意义应该体现在对父母,还有对自己的兄弟上 他一反思到这里,后来就对他弟弟讲 之前的钱你都不用还我了 哥哥在帮你找一个好房子,你赶紧有个家可以安身 他弟弟听了之后当场就流眼泪 他的母亲本来都是有忧愁 笑容不能够绽放 他这一转变,他母亲非常欢喜 他就能够绽放 他就能够绽放